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得说这个宗派早就有了 而且还是佛祖亲自开创的 这就要讲故事 准确的说编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佛祖在临山说法 我们知道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主要靠演讲 说法的地方叫临旧山 佛祖去世以后 他的弟子们就根据自己的记忆 把演讲记录整理出来 这就是佛经 所以佛经的开头 往往要说如是我闻 意思是 我是这样听他说的 单单靠讲课 就能创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这说明什么呢 演讲肯定精彩 精彩到什么程度呢 天神都被感动 天上的花 噗噗啦啦的掉了下来 这样的语 就叫花语 留下的成语 则叫天花乱罪 天花乱罪 现在是变一词 当时可是褒义 乱也不是混乱 或者凌乱 而是随意 随意才真实 也才美 想来那时 尘是壮观 虚空之中 布满的鲜花 有的像润雾细无声的春雨 有的像骤然而至的急雨 或者匆匆落下 或者扑面而来 或者漂浮不定 那些花儿在沉鸣透彻的高空 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应该是千姿百态 五彩缤纷的吧 就连旁边的石头 也都情不自禁地点头称事 诸神散花如雨 玩时纷纷点头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祖 登坛说法时的动人场面 有诗为证 门前一棵菩提树 心中一座明镜台 诸天天女 散花来 这一天 这一天也不例外 不同的是 佛祖拿起了一朵花 给大家看 这个动作就叫 年花世众 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啊 所以在场的人都 莫名其妙 众多的弟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瞪小眼 面面相趋 只有一个人笑了 他叫摩赫加赫 摩赫的意思是大 加赫的意思是光明 合起来就是大光明 据说这位绅士是佛祖十大弟子之一 也是佛弟子中最没有执着之念的 最不认死理的 所以只有他笑了 于是佛祖说 无有正法眼葬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父主 摩赫加赫 这段话比较难懂 里面有很多的概念 我们将来还要再说 大家现在只要记住两点就行了 第一 涅槃妙心 是最高智慧 微妙法门 是特殊途径 佛祖的意思也很简单 刚才我已经把最高智慧通过特殊途径传给摩赫加赫了 怎么传呢 我莲花示众 他微微一笑 比微信转账还快 奇怪 莲花示众 微微一笑 就这么两个动作 怎么就把最高智慧传过去了呢 对不起 这就不知道了 也不需要知道 如果很想知道 那就听一首情歌吧 这首歌 叫苏州河版 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夜 留下一片寂寞 河边不见 人隐一个 我挽着你 你挽着我 暗的街上 来回走着 夜 留下一片寂寞 世上只有 我们两个 我望着你 你望着我 千言万语 化作沉默 也留下一片寂寞 河边不见 人隐一个 请问 这个时候 他们需要说什么吗 需要做什么吗 不需要 所以摩合家设 与佛祖之间 也不需要 更何况 佛祖好歹还拿起了花 摩合家设 好歹也笑呢 那对念人 可只是我望着你 你望着我 这说明什么呢 有些心意 是不需要语言表达 就能相通的 相视一笑 眉目传情 不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吗 只要心意相通 便是 契合 什么是契合 契的本意 是文书 用文书来相互约定 就叫契约 契约相合相同 就叫合同 如果不用文书 就能契合呢 那就叫 默契 有默契的领会 就叫心领神会 心领神会 后面的微笑 就叫 会心一笑 至于为什么会有默契 不用管 也管不了 同样 心意为什么相通 又怎样传达 不要追问 这就像微信转账 后台怎么操作的 你管他干什么 需要的 是心和神 心和神的事 就说不清了 不妨再听一首歌 开头两句 是这样的 那一日 闭幕在 金殿香雾中 木然听见 本是你送金中的真言 这首歌 是西藏活佛 苍阳家措的诗 但诗中的我 应该是一位姑娘 这一天 她闭幕在金殿的香雾中 却木然听见 一位喇嘛 送金的声音 声音是那样的雌性 那样的性感 她顿时就像雷击了一样 疯狂地爱上了 那位喇嘛 结果怎么样呢 她整夜地拨金筒 因为那位喇嘛 也摇动过金筒 她全年磕长头 因为那位喇嘛 也曾经在这山路上 磕长头 所以她说 那一夜摇动所有的金筒 不畏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 匍匐在山路 不畏庆见 只畏贴着你的温暖 她还决定用一生一世 来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畏来世 只畏途中与你相见 结果她见着了 于是她说 那一顺我一飞 不畏来世 不畏来世 只为有你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有些事情 是不需要讲道理 摩河家舍和佛祖之间 也这样吧 只不过她心领神会的 是最高智慧 最高智慧 也能像我爱你一样 默默传达 当然 因为佛教的主张 就是爱 只不过这种爱 不是只爱一个人 而是爱所有人 叫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 现在 你还纠结了鲜花和微笑吗 恐怕用不着了 那就再听一首歌 这当然是一首现代歌曲 与禅宗也毫无关系 却可以用来说禅宗的故事 因为摩河家舍的微笑 正如这首歌所唱的那样 确实飞遍海角天涯 变成了 遍野春花 那么 这 又是怎么回事